中超热身赛爆发激烈冲突 球员不满判法全体罢赛40分钟 炒炒收场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众所周知那么最近的对于我们所有的中超球迷来说呢应该是传来了一个很好的消息 就是中超的一个比赛的话如果说没有意外的将会初步定在6月初来进行 而且目前的三个赛区的一个举办地点呢也都已经是完全确认了 分别是在大连 梅州 海口 所以可以说对我们中超球迷来说虽然说是等了延期差不多是一个多月的时间 那现在终于等到一个赛期开赛的一个时间的话 总的来说还是一个可喜可贺的消息 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在这一次中超的比赛即将临近的时候的话那么有一些球队呢 也是为了迎接这一次的正赛的到来的话在目前的安排了一些热身赛 也是希望能够提升他们那些状态 只不过呢从目前安排的一些热身赛来看的话那么有一些球队的却在比赛 在过程当中的爆发了一些激烈的冲突也是让他们整个比赛的话 显得是非常的荒唐 非常的是有些搞笑的 比如说就在最新的中超的一场热身赛当中我们看到了三东泰山这边呢 也是安排了和浙江队这边的一场比赛 只不过呢这场比赛这种只是踢了40分钟的就吵吵结束了 虽然我们也很 很不理解说为什么一场比赛本身应该踢90分钟了却结果踢到一半都没有结束了就完全是收场了 到底这个情况是发生了什么东西呢 那么我们呢从目前媒体那个报道来看他其实可以发现了 这一次恰恰就是因为球队当中了是认为裁判的判法不公平 所以才会追踪了 发生了这样的冲突 导致比赛的是全体霸赛 去中了 吵吵停止了 我们来回顾一下这场比赛这个整体的大概情况那么从媒体这边的报道当中我们大概可以还原一下现场的真相 当时在上盘长比赛的话那么马修斯这边的打进一颗进球那么最终呢他们首先是1.0领先 那后来比赛是进行到第38分钟了 山东探赛在禁区内进攻的造成了对方疑似手球 但裁判了并没有进行一个吹罚 所以我们也看到在过两分钟也就是第40分钟之后的话那么整个球队的一个比赛也是正式停止 那么从目前来看了如果说不是裁判这边的一个 判罚的引起了山东队这边的集体罢赛和抗议的话这场比赛不可能 吵吵结束 而且我们也知道本身的这一次啊其实这次的热身赛呢 就是山东泰山队的主动牵头了 他们也在近段时间呢除了安排和浙江队的一个比赛之外的话 与此同时还派出了另外一支队伍呢 和这个济南新州队进行一个热身赛 所以从目前来看来本身浙江队的肯定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比赛的话 能够去提升他们的球员状态 但是最终的在比赛还没有进行结束之后却提前结束的话 我觉得这其中确确实实就发生了 挺大的一个问题 当然目前的关于这场比赛具体裁判的做出什么样的一些 争议的一些判罚细节以及后续的一些反应问题的话 没有做更多细节的一些描述 只不过呢从这一次的一个小小细节当中呢我觉得对我们的一些球队 包括一些裁判的判罚方面的确实也应该引起一些思考 对这些中超球队来说那么可能动不动就罢赛 或者说打裁判这种做法呢 确确实实是否应该改善 或者说在后续呢 调整一下的话我觉得这种情绪问题呢 在后续的中超比赛当中应该要注意一下 当然另外一方面对裁判那些判罚的尺度问题 包括是否会偏袒一些球队的问题呢 这一点也应该引起 主席的一个重视 否则接下来那么可能呢好不容易举办那个中超比赛 如果说在赛场当中爆发出类似一些罢赛或者说裁判那些冲突问题的话 到那个时候呢不仅会引起很多球迷的一个嘲笑 甚至整个中超的比赛呢都是没有办法 好好收藏的 我们作为球迷呢好不容易等到比赛的开始 自然是不希望看到了这些荒唐的荧幕在赛场上去上演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